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已经第几次说这话了 对 距离上次男左女右可能已经有一年了 反正已经大概每个几个月都会这么说一次 然后今天大家看到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把男左女右搬到了户外来录 然后后面不是绿幕 对是我们抠相的 然后故意拍的 然后我们也是骑到这个地方来录这期男左女右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其实也和这期的主题非常有关系 我们这期想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自行车的话题 我和Jason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致命极箭 Premium Rush 这部电影其实你要说剧情 它真是没有什么剧情可言的 你就看它骑就行了 你就看骑就完事了 然后这部电影的一大特色 就是它包含了公路车 山地车和死飞 这三种不同的自行车的特性的展现 那么不懂的观众可能就会问了什么叫死飞呢 死飞呢 就是飞着 飞出去就会死的车 不是吧 死飞其实它本来它的英文叫做 Fixed Gear Bike 也叫做Fixie Fixie这个词到了中国呢 反过来一念Sixie就变成了死飞 但好像很多玩死飞的圈内人 他们很不喜欢大家管它叫死飞 因为这样会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 就是这个很不安全 死死死的多难听啊 和飞出去死了这种感觉特别像 他们管这个叫固齿 也就是所谓的固定齿轮自行车 Fixed Gear Steel Frame No brakes The bike cannot coast The pedals never stop turning 据说这个死飞呢 它的前身是奥运会比赛里面的场地自行车 但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喜欢在城市里 也买一台死飞车来骑呢 酷啊 酷啊 谁不想做一个酷酷的kid 它看起来你看如此纤细的车身 又没有手刹 但其实你知道这是一个误会 因为我特意查了 其实死飞是可以装刹车的 而且如果你想上路 你是必须要装刹车的 这是一个规定 非机动车管理办法 但很多人觉得我就是不想装 我不想要车上捆着一堆刹车的线 I am too cool to be safe 对说到这儿 想到了一个今天我的故事 这个挡泥板 我也是 我觉得我要是装的挡泥板 我就不酷了 所以你们看我的车是没有挡泥板的 然后今天我在路过一个 也就跟咖啡杯口比它大一点的 那么一个小水坑的时候 然后我刷过去 哇 见了我这左半边的脸一脸泥 然后当时我又有一种 哈 就是怎么说呢 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个牛的要命 直到你滚过一个水坑 我们说回来刚才这个 说到哪了 死飞的刹车问题 其实它装上了以后 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见到有人把前后刹拳装上了的 没有影响它的裤质 我依然觉得那是一辆很酷的车 我们在网上也看过一个视频 说如果你真想做一个酷酷的死飞男孩 不装刹车的话 还是有几种方法可以让这个车慢慢的停下来的 但是我看这种方法好像都很危险的样子 脸刹 脸刹 前列线刹车 我看到他们那种就是甩着尾巴 就是甩一下 然后甩两下 然后就停了 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模仿的 然后我们最近会感兴趣这个 还是因为我们在YouTube上面 看了一个叫做Terry Barristan 对我们把名字打上 就是Terry的视频里面 他经常会做一个东西叫做 Hotline 就一个城市的Hotline 然后我们很好奇这个Hotline是什么 我之前在我们的说骑斗唱视频里也解释过Hotline是什么意思 Hotline是指纽约城里面的一帮骑着车送信的 bike messenger自行车邮差的这个圈子里的一个术语 就是我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我一直骑我不停的冲红灯冲过去 就叫Hotline 所以也不难理解 在Terry的视频下面经常会有人评论说 你们这帮人怎么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This is why the whole city hates you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因为本来很多行人和司机就很讨厌这些骑车的人 他们觉得这种骑车的人让整个城市里面的交通的这种环境变得更差了 但后来其实我真的出于好奇 我搜了一下他拍过的这些骑车的人 他们大部分人的职业都是bike messenger自行车邮差 我看了其中一个女生的采访 那个女生说大家对我们可能有一些误会 因为我们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在瞎骑 我们已经做这个工作六七年了 他们很清楚这个城市里面 每一个他们负责的区域的节奏 这个城市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套路和节奏的 就是说每一个时间段 每个路口路过的会是什么样的车 是上班的人呢 还是送货的人呢 还是就是要赶去上课的学生呢 他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时间段 任何一个路口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车都是怎么样开的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去 在这些车里面钻来钻去钻来钻去 而且纽约经常没有自行车道 不像我们中国经常有自行车道 bike lane 其实有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 是看到有自行车道的 但是全被汽车停的那个挡住了 各种车停在那边 然后有些拉货的推车也停在边上 就是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国家 可能不会有自行车邮差这个职业 一我们电动车还是挺发达的 我们是电动车邮差好不好 真的是 不就是我们的闪送吗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闪送 第二你要赶在机动车上骑 直接警察都把你拦过来说 你微信还是支付宝 我们的交警是很厉害的 30到50 30块钱 对 你在这指挥一下交通 指挥半个小时 对 所以我觉得纽约邮差职业的行程 是有它特殊的城市背景和文化背景的 为什么国外很多地方都要进电动车 其实这个我不是很明白 但其实我个人从我开始骑车的时候 我是很害怕电动车的骑法的 他们有时候速度很高 甩起来非常快 没有声音 从你身边擦过去的时候真的是让你觉得有点猝不及防 他们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所破的 被迫要那么快 我们之前在直播骑车的时候 也遇见过不少这样送餐的电动车小哥 他们真的是很拼命 但拼命的同时也是真的是危险 我就记得我们有一次见到一个电动车的小哥 他为了赶这个红灯一定要过去 推着他那车疯跑 就是疯了一样跑 然后当时就怎么说 我会觉得有点心酸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能等的话 谁也不会为了这几秒的时间疯了一样的跑 对 谁也不想说把自己置于很危险的这种 对 是的 我们接着聊回纽约邮差的 对 我觉得我看他们的视频情绪情感很复杂 一方面觉得你们这样实在太危险了 我不同意 I don't approve 但是还真的挺酷的 而且都骑着死飞 大多数都骑着死飞 骑得崩快 你说为什么人总会对这种速度感 有着一种爽的这种 肾上限速 我记得我看过有一个视频 某一个自行车邮差说 我做这份职业是满足我对肾上限速的瘾 就像我前一阵子第一次体验了一把自行车登车闪送 就瘾是很好 当我翻过第三个桥的时候 我的腿感觉已经要废了 就是隐士满足了 你不要撞上别人就行 对 但最好的 每个人都骑着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骑车的人 我觉得你肯定也会像我们一样喜欢看Terry的视频 他的视频虽然就只是拍摄大家的骑车 但是真的非常爽 千万不要模仿他们的骑法 而且骑车一定要最好要戴头盔 你说到这个头盔 我觉得有一点蛮有意思的 就是在不同国家对于这个要不要戴头盔的这个话题 其实蛮多不同的看法的 我们先拿荷兰来说吧 因为荷兰毕竟是公认的 就是至少是欧洲的自行车之都 怎么了 有只大蜜蜂 蜜蜂 蜜蜂 蜜蜂它是来采蜜的 因为我是一朵鲜花 苍蝇就是找你的 可以 说荷兰 荷兰是欧洲的自行车之都 他们那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到两辆自行车 是的 我们的健身房的店主 他就是一个荷兰籍的华人 他说我们上小学上初中都得买自行车 你要是两三公里的路 你不骑自行车 你要选择开车的话 大家都会笑你 你说为什么要开车 骑自行车不好吗 不香吗 对 但是他们这个国家就是没有人会戴头盔 他们那儿的人说 只要看见路上戴头盔的 就知道肯定是德国人 肯定是别的国家来的 没有 还有一个说法是 荷兰的骑自行车的人分两位 一类是骑自行车的人 一类是运动员 就是只要看见那个戴头盔的 他们就觉得默认把你划到那个 sport cyclist 对 就那个里面了 这也取决于他们骑的是什么车 他们那儿骑的大多是 在我们这儿叫做二八大杠的那种买菜车 人坐直了骑的那种 共享单车不也是吗 就这样上面有个把是这样的 骑着很稳的 就像那种车 那种车人坐直了骑 你骑的也不快 是很悠闲的骑法的车 你不像山地车或者说公路车 你一上去你身体一撅着 感觉我就要开始 我开始奔了 但是那种买菜车 你骑上去 其实是可以很悠闲很慢的 而且那个国家大多数的路 都是有自行车道跟 对 分得很开 然后还会有一些固定设置的障碍 是故意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的 而且他们的汽车司机 就像你说的 很多汽车司机 其实他们自己也有车 每个人都有 那他也明白说 要让着一些骑车的人 所以有很多路口 他们互相之间是能理解的 其实荷兰政府也做过一个抉择 他们也考虑过说 我们要不要在全国推行一个强行戴 头盔的这么一个法律 但是后来他们算了一算 说如果我们施行了这个法律 可能就会有很多人 因为觉得戴头盔很麻烦 所以就不需骑车了 那总体整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就会下降 因为骑车毕竟是个健康的习惯 所以他们算了一算 为了整个社会的总体的健康 还不如不让人戴头盔了 而且我记得他们说过 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自行车的博主 他就专门记录一些这种荷兰骑行故事的 然后之前还写了一本书 就是荷兰是怎么变成一个自行车之国的 就这种的 他就说他们觉得如果要戴头盔 也该是汽车的人戴头盔 而不该是骑车的人戴头盔 就因为每年汽车发生的冲撞事故 是比自己骑车这些人要多的多的 但是骑车的人口却比开汽车的人多的多的多 所以按百分比来讲 应该是开车的人去戴这个头盔 对 你想开车一撞车 头哐就撞挡风玻璃上 你还不如开车的人戴头盔 因为骑车如果你速度 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 20公里每小时这种速度 你就算撞上了 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 顶多说我搓出去了 我胳膊腿的是不是 很少有时候我直接这样遮出去 然后头哐砸地这种 可能性很小 当然我看了一些文章 里面说到还有一些心理的因素 例如骑车的人 如果我戴着头盔 我就会自信心爆棚 我觉得我在护甲加了50 我敢随意地钻了各种钻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是有保护的 你就有可能更加去take risks 更加去冒险 而开车的人 如果看见前面骑车的人是戴着头盔的 可能会觉得他 这个人技术应该很好 我可以离他近点应该也没事 对说你是你一定要戴头盔 还是说有时候不戴头盔也行 这也是一直在争论的事情 所以我们最后来说回 这个Premium Rush这部电影 开头讲了一句以后 从此再也没有回到Premium Rush 你不是说那个男主 是你很喜欢的那个男主 男主叫做Joseph Gordon-Levitt 他经常拍一些 动作性很强的这种剧 我特别记得他在盗梦空间里面那场打戏 哇我觉得他是真的帅 然后我觉得Joseph Gordon-Levitt 就是美国版的彭云燕 对彭云燕就是中国版的Joseph Gordon-Levitt 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拍了骑自行车的剧 对彭云燕拍的叫破风 然后他们两个在那里面 你都觉得技术都超高 都不用替身吗 骑那么难的动作 尤其是Joseph的那个 他的所有动作都是自己上的 他没有用替身 我相信彭云燕演那个电影 也没有用替身 我们没有看过背后的这个文章 可能也是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体格很强壮的人 我记得之前我听谁的采访 姜文还是谁 他评价说彭云燕是怎么样 好像说评价彭云燕是一个 自律性非常强的男演员 八块腹肌 就如果你要让他演一个角色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他一定会去苦练 所有的这些你要求他的这些体能上面的需求 就像Joseph之前 Joseph也一样 哇 练那个车练到整个手臂都 整个人飞进车里 飞进车里 然后手臂全都是写 我最喜欢的那个电影里面 还有一个片段 就是那个小妞 那腰上一个铁链子 你觉得很帅吗 我是觉得他铁链子很帅 我觉得身上捆个铁链子让我想起全黄里面那个胖子 陈国汉 对 他不一个铁链子拿着一个大铁球 哗甩出去吗 好 我们这期视频就把这个美好的幻想留在这个拴着铁链子的小妞 而不是拴着铁链子的胖子 好 那我们这期男作女友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素质三连 然后我们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我就尽力 然后我们就 拜拜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